今天啊 我给各位说段单口相声 你这是 相声 相声 相这玩意儿怎么吃啊 怎么吃 一半打卤一半炸酱 好 给我来两碗 来两碗 我们这相声啊 不论碗 论筋 也不论筋 我们这相声啊 论段 论段 好 给我来个中段 不要偷尾 他跑这买鱼来了 你不是说论段吗 相声啊 不是吃的 那是干嘛的 相声是听的 听的 怎么听啊 这位什么都不懂 怎么听还不会啊 拿耳朵听 哦 拿耳朵听啊 好 听你一回 今天呢 我呀给各位说段单口相声 说段什么呢 说一段官场斗 这官场斗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啊 不 你干嘛呢你 你不让我拿耳朵听的吗 拿耳朵听就是拿着耳朵听啊 知道的你就是听相声的 不知道的 以为上医院瞧耳朵来了呢 那我怎么听啊 哎 你啊 看着我听 哦 还得看着你听啊 说吧 说了啊 说这个官场斗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它不是现在的事 过去 是过去清朝的一个故事 说这清朝 你干嘛呀你 你不让我看着你听的吗 那你也别往肉里盯啊 那我怎么听啊 哎 你活动着听 哦 还得活动着听啊 说吧 说这清朝啊 有一个人 他叫刘雍 这个刘雍呢 是清朝乾隆年间的 他是一个中堂 一个汉中堂 是文化店的大学士 说 你出去打去 又怎么了 我这不活动着听的吗 那你也别大活动啊 你小活动 哦 还得小活动啊 事真多 说吧 说这刘雍是什么官呢 他这个官叫 赤丰三千岁 太后玉儿甘殿下 见官大义级 你把店门关上关上 你又出电了你 你告诉我到底在怎么听 哎 你就站这儿听就行了 哦 我站这儿听就行了 对 那听完了 你给我什么吃啊 没听说过 听像啥也管饭啊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相声啊 凭什么听我这相声 听我这相声啊 有好处 有什么好处 有大好处 大好处 听完你这相声 能免灾去难 考试门门一百分 清华伟大 我挑哪个上哪个 毕业之后 世界五百强 抢着要我 有这好处我也听像声去了 你不说有好处吗 没那么大好处 有点小好处 小好处 苍蝇不踪 蚊子不丁 有蟑螂都跑你们家去 跑你们家去 拿我当杀众计啊 那有什么好处 说呀 假如啊 听好了 假如 你呢 这次啊 有六门考试 四门都没及格 担心你爸揍你 是心事重重 愁眉不展 我早干嘛去了 心里比谁都清 到底有什么好处 听着呀 说呀 你溜溜答答 就到我这来了 一吹门 你看见我了 哦 你替我挨揍了 是 我管得着吗 到底有什么好处 听着 说呀 你在我这 坐这 听了我两段相声 哈哈这么一乐呀 就把挨揍这茬啊 给忘了 哦 我在你这儿去忘了 我爸拿着皮带 门口等着我呢 你挨揍去吧